秋風週報 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一個禮拜一次 秋風週報的時間啊 這個禮拜本週大事 隔了這麼久終於有秋風本週大事了 就是 邊緣世界 完結了 這一季完結了各位 秋風帶著老婆和一眾人等 一共11人上太空了 就在今天 太感動了 所以秋風決定宣布 幻想三國之四 從明天開始 繼續連載 好像不是什麼好事齁 不會對幻想三國之謎可能是覺得說 哇幻想三國之四終於繼續連載了 不過對沒看幻想三國之四的人 好像覺得就說啊我的邊緣世界沒了 好可憐喔 沒關係幻想三國之四 結束的同時 秋風會抽出 四位幸運得主 獲得幻想三國之五 怎麼樣 很棒吧 欸幻想三國之五 這一個 大盒的這一個 是金裝版 金裝版有什麼內容 我畢竟也還沒拆封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這四個這三 這這三款 是平裝版 就會送給 呃 我在最後一集幻想三國之四的時候 的那個禮拜 秋風週報 會抽給大家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怎麼抽 先跟大家講有說 欸有這個活動 回來繼續講 邊緣世界 邊緣世界 會不會連載 會 在幻想三國之四 結束的同時 就是下一季 新的開始 所以 持續關注幻想三國之四 就知道 邊緣世界 什麼時候 要開始新連載了 那 至於要連載什麼內容 秋風都不知道 大家可以提供我意見 那 要玩什麼腳本 秋風也不知道 大家可以提供我意見 或是你有什麼設計好 什麼新腳本 想讓秋風來玩 都可以 就講到這邊了 今天的秋風週報 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一集的秋風週報 可能會有 巨幅的改變 好不好 到時候再說了 我們下禮拜再見 掰掰